大停电真正恐怖的不是吃什么 也不是没有手机怎么办 更大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了 因为需要柴油来发电 导致城市所有的汽车都被迫停运 这个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物资无法正常运转 所有的人的食物更是坚持不了多久 更加严重的还有医院的病人 监狱里的犯人都会因为没有电 也没有食物而被活活困死 因为监狱里的门全部都是电门 要么全部打开 要么全部关闭 这个也只是少部分生死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是核电站 水电站这些电力无法消耗 而能源是无法关闭的 源源不断的热量正在击垮地面的防备 他们急需要电力来给这些降温 因为有大量的冷却系统需要运行 而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德国内政部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法国的核电站已经坚持不了三天 如果整个欧洲不把柴油支援过来 那么切尔诺贝利将会再次在欧洲大陆上演 所以最可怕的就是 明明就在发电站 却无法用上自己的电是多么的恐怖 故事我们回到安大贝次 当巡警过来的时候 保罗立马抽身离开了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 老段还在一直寻找他呢 就一个照面的功夫 巡警已经确认逃跑的人就是保罗了 并立马将这边的情况上报了 老段得知后 第一时间就前往这边的小镇 而保罗并没有离开 他观察后确认安娜已经去世 这个时候一个收尸体的人过来了 保罗跟着他们来到一个太平间 他的腿已经发炎了 只能冒险暴露自己 那个医生给他取出弹头 而且也上报了这边的情况 很快警犬就过来了 而保罗也彻底吓坏了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停尸房 当搜查犬进来的时候 却并没有发现保罗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因为停电 这些尸体经过四天的发酵 味道已经彻底掩盖了所有的气味 没有人能在这个房间待上十分钟 所以搜救犬离开后 保罗只能出来 而搜救犬又立马锁定了味道 保罗没有办法 立刻向窗户跑去 推开窗户 毫不犹豫地跳了下来 而就在这时 岸边的一辆巡逻车发现了这边 就在保罗上岸的时候 车停了下来 两名巡警正要下来检查的时候 他们的对讲机里 发来找到嫌疑人的消息 他们立刻离开了 保罗骑迹般地躲过了追捕 他带着湿漉漉的身体 开始向柏林进入 哪里知道柏林的城市更加热闹 暴乱的人肆意地砸坏玻璃 烧掉汽车 治安队的也赶了过来 双方开始对峙 保罗小心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他知道必须要停止这一切 不然将会有更多的人会死去 终于找到了前女友的房子 他倒在了门口 前女友发现了后将他救起 等第二天保罗醒来 看到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人 多少有点心酸 但是当问及F8的那些人的时候 女友并不知道 保罗看问不出什么信息 准备离开之时 他提供了一个同样在柏林的小卡的信息 但是不知道地址 保罗再次回到大街上 正看到巡警在处理一个被人吊死的尸体 就在这个时机 保罗到警车里拿起对讲机 询问小卡的地址 就在他问到地址的时候 这边对讲机的声音也被巡警听到 保罗立刻逃离了 他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 我们现在才知道 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因为一切都是从他开始的 所以他也想结束这一切 我们来讲一下 老段这边到底调查出哪些信息 上次通过国际刑警了解到的那个人 最终通过调查 终于知道他的身份 他就是F8组织里的人 没有听过 以前的那个只有8人的组织 经过20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欧洲庞大的组织了 通过对这个人的调查 看到了俄罗斯的影子 所以他们都怀疑 背后是俄罗斯在支持 通过了解F8组织 他们竟然看到了保罗的身影 而且还通过国际刑警的调查 发现他们在20年在荷兰被抓过 但是老段此时还不知道 F8这个名字 就是从他们原始的8人来的 但是这个是荷兰那边的档案 所以老段想要知道 那次被抓的具体情况 还需要去申请调查令 这个也给保罗一点时间 而此时老段还在坚信 安娜记者就是被保罗给杀的 而矛盾的是 为什么保罗要杀害一个救过自己的人 这边矛盾的老段先放着不说 我们再来看看 那两个女孩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天一个可疑的男人 正在远处看着警局 一旁还在贴寻人启事的父亲 走了过来 想要问问他是否看到自己的女儿 而他不知道的是 眼前的这个男人 正是那天在猪肉库里的小偷 而这个男人 最终还是将两个孩子给带回家了 妻子给了他们食物 并提供给他们睡觉的地方 但是两个姐妹已经意识到 想带自己去找妈妈 所以姐姐就对妹妹说 要么我们夜晚 趁他们睡着的时候就逃跑吧 妹妹有点胆怯的说 我们出去迷路了怎么办 姐姐说 总比在这里好 就这样他们开始等着半夜 就在准备起身的时候 那个小偷拿着手电过来了 姐妹俩立马装睡 他叫醒姐妹俩 然后说 快起来 我带你们去找妈妈 姐姐说 现在还是夜里 男人说 是的 就是现在 忽然就来不及了 他们两人的命运 是否要就此终结了呢 这个心一直都悬着在 当男人拿起战斧的时候 已经量一半了 如果我看的是中国的电视剧 基本都不会怕的 因为如果你量派 肯定审核不过的 但是你看德剧 你还是无法知道 这两个双胞胎的结局 请跟着我的讲解 带你看看最终的结局吧 给你说 故事的就是我 我就是KD